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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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宇 我教你的名字时 心都会软一下 错过了生日 那也不是不可挽救啊 是不是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什么 特殊的纪念日 你想一想 纪念日 也是 你们两个人你追我我追你 来来回回的 确实也没有一个什么准日子 他之前亲你是哪一天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也没关系 公司有摄像头 我调出来去查查记录 到时候你就弄一个 被强吻第两百天纪念日 表白顺理成长 真是使不过此了 什么意思啊 我真是有病 主动找你来跟我聊这些 不是 我的 我的这都是最靠谱的 你不找我 你找谁啊 我的这真的是最靠谱的 其实这件事 我经验也不是很丰富 但至少您成功过一次 还是要注意天使地理和人和 地点最好正是你 正是你 时间嘛 生日最好 生日啊 为什么 正好记啊 生日 表白日 结婚结婚新年日 都在一天 省钱又省心 你们两个怎么那么笨呢 都一个多少时了 也没商量出什么来 搞得咱们家更有财政危机了似的 儿子 跟我说说 你平时 是怎么对女孩表达好感的呀 这个我问过了 他一直跟那个圈发红包 听来就打听房子 帮人家开发项目 一步一个脚印 很稳妥 儿子 你以为你老爸我 擅长谈恋爱 不敢当 这叫擅长谈恋爱呀 这叫拿钱糊弄 我问你 你知道女孩想要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吗 是既真诚又浪漫 当然更重要的是真诚 但是在真诚的同时又不能失掉浪漫 不是妈 那到底是真诚啊 还是浪漫啊 你记住 千万不要让女孩做选择 女孩是一种鱼和熊掌都要兼得的生物 首先呢 你要注意环境 不要在你们平时相处的环境里 这样显得不够伤心 去私人餐厅高级商场 俗气 过时了呀 也有 你们最好选择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心情开阔的地方 就你们两个人 千万不要搞一帮朋友凑什么热闹 女孩现在最烦这种了 搞得跟道德绑架似的 对 你妈说得对 你起开 对了 你不是喜欢工作吗 那你就把这次伪装成一次工作 记住千万不要太刻意啊 太刻意的话 惊喜感就没了 惊喜感不能刻意 工作中 大概清楚了 塔法罗阿道 这地方不错 唐总 你来这么早等开会啊 上一部会正好也在这儿 钢琴说 好 唐欣 你 你 生日那天 我说你生日那天 没感冒吧 没有 没有就好 不用坐那么远 坐这边吧 我坐这儿屏幕大看得清楚 屏幕大看得清楚 那位置适合导演 不适合你 你适合这儿 来 坐 唐欣 你的西服我干系好了 你让高助理去拿就行 西服不重要 我是这么想的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我可以陪你一起 唐总 露宝来了 走 走 坐 早 早 考虑一下 这组图啊 我还原了冰士维尔的几个大场景 是我根据以前拍摄纪录片的时候 留下的视频影像资料做的 到时候我会把几个重要的戏份 建模在这个场景里 大家再看看 李老师 陆导给出了资料里 类似的场景在国内能不能找到 这个真不好找 唐总 那可是冰士维尔 咱们就跑到墨河 也做不出这样的冰层效果 这一点啊 不为难李老师了 我的想法是 只能去冰士维尔拍 除了我做的这几个大场景 冰士维尔的山脉是海岸山脉 有非常独特的海岸线 还有一些近海湖泊 小海湾 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去景 老陆 冰士维尔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作为一个梦给你的内容 最适合的是情人街道 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 去冰士维尔 出国拍摄我们需要时间准备 另外去冰士维尔需要场景申请 也需要时间 时间上不可以 如果要延期的话 我们需要再等一年的时间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冰士维尔的气候 对整个剧组来说 都有极大的挑战 如果你看中的是海景 我们不妨考虑去夏城拍 唐总 夏城的海景和冰士维尔的海景 在呈现效果上 那就不是一个风格的 我当然知道 艺术性的影像 我们可以考虑用后期特效来完成 你是导演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 多音化的呈现方式 对 但是在同等条件下 实景拍摄的效果 要比特效好很多 我当然知道 冰士维尔是我们的最优选 但是现实因素 我们必须要考虑 我们必须要考虑 唐欣 你怎么想说说看 我啊 我能不能跟两位单独聊聊啊 唐总 从内容层面上考虑呢 冰士维尔的冰面跟海水连接度 确实和女主调进的两个世界的缝隙很吻合 再说了 如果场景跟现实世界相同的话 效果也出不来 对不对 我特别能理解你们作为创作者的心态 不过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制拼人 我必须得同盘考虑 包括你们这个创作之外的部分 我也得考虑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拿预算来说吧 你知道出国一趟 我需要增加多少投资吗 从投资的回报率的角度 我确实没办法去说服那些股东 好 唐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再去跟陆导沟通一下 等等我啊 陆导 我刚刚跟唐总沟通过了 出国的话 预算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 我也考虑过了 这个景虽然是重头戏 但其实我在写的时候 并没有做特别具体的规定 冰天雪地 原始森林 神秘小岛 只要跟真实世界不一样 其实都可以的 我觉得 我们可以先实地考察一下 说不定有更好的方案 预算是问题 口碑就不是忙 像我们这种类型的片子 视觉效果是重重之重 有时候一个场景 一个段落 甚至一帧画面 都有可能引来更多的流量 带来更高的上座率 和更大的收益 唐总她想不通这个道理吗 我 我再去沟通一下 你等我一下 唐总 陆导她说了 她有信心可以把片子给拍好 把出国会追加的预算给挣回来 不只是预算 出国拍摄的周期呢 她想到办法解决了 总不能大部队拉过去 先见组 再安排吧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过我觉得 要是有实景图 会更有说服力 我再去跟陆导沟通一下 陆导 陆导 唐总她还有周期上的呢 如果你拍不出效果来 就算她如期上了 观众也可能不买单啊 说去 唐总 陆导 那就不考虑人员安全了 冰湿维尔多风险 说了问题怎么办 谁来负责 你能负责的情况 不用整组都去 我带小分罪过去 不要牺牲艺术效果 那 预算 周期 安全性 独特 抓人的视觉冲击 那 你们两个要吵 能不能自己吵 非得我再中间吵了 又不幼稚啊 我现在不想来的都说 她 不够冷静 两位大哥 你们能不能让我冷静冷静 不去 我真的不去 我真的不要进去 他们两个我已经够处的了 发现火来头上都冒火 你 我最后被修传毁的肯定是我 我求救你了 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两个约出来 我一个人的血套肯定扛不住 你坐在旁边看我说话啊 我不去 我真的不去 你去去去去去 我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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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进去吗 叫你他 带路 两位大佬 你们来都来了 要不 坐下说几句 效果图我做了 所有人都知道去 冰石维尔拍摄的效果更好 他不松口 我无话可说 盘摄周期必须要按照现在的来 我可以同意 在后期特效上增加一些费用 但是去冰石维尔 绝无可能 别说了 毁灭吧 我走 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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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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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给我点面子 一个是我哥 一个是我亲姐妹 你今天小事走了 我怎么交代又忘了 我下班辈子都不好过了 唐总 你说 你说你们两个大佬吵架是不是 这受伤害的可是我们整个项目组 你们这样这项目一直僵着下去 项目还怎么突进 是不是 他大学的时候就这样 人家同学过生日 就喜欢吃日料 我也订好了一家特别好吃的日料司徒 他呢 非要带人家去吃什么烤肉 这个是他不对 是他不对 第二天四级考试 那家日料那么远 怎么回来复习啊 那谁也不说是他自己 答应同学给人追女朋友 结果那人当事人都说了 简单处理 他非得拉人排练 还说增加什么效果 增加什么桥段 结果怎么样 好好的姻缘被耽误了 对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他追不上怪我吗 他懂什么是谈恋爱吗 不太听说公鸡的儿子 我跟你说 铤而走险才能有真爱 前面越容易得手 到后面越容易失手 我这是给他们的感情 天才家伙 那谁怎么不去参加辩论赛呀 黑的都能说成五光十色的 好了 别吵了 丁丁 我们走 走 走走 我已经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了 看起来还不错啊 是吧 我觉得可以啊 唐总 路导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向着唐总说话的意思 你看这个小刀 他的色彩 再加上后期的调色 一点都不比国外的风景差 跟我们之前定的神秘的冰天雪地相比 这个会更符合我们国内的市场 也更符合国内观众的审美 要不这样 我把这些场景跟剧本里头相应的场景 做详细的匹配跟调整 发出来给你们看看 就算像唐欣说的这样 你想要表达两个世界之间缝隙的层次感 目前的场景量远远不高 场景量确实还好 不过时间也确实很紧张 很多无人老的照片还都没有拍出来 放心 我已经安排人进去看景了 我他们续了安排好了 我们一会儿去赴景 到时候能不能拍 你来决定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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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就走了 陆导就这么走了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不用管他 丁丁 过来吃饭 想吃什么看看菜单 我都行 你点吧 吃饭啊 都这么晚了 也没吃什么 趁热吃吧 还怕我没饭吃啊 都这么晚了 怕你叫不到外卖 而且总结外卖又不健康 这不是打包了吗 打包不就是外卖吗 来 谢谢 陆导 我看你晚上没吃就直接走了 你是同意我哥的提议 还是不同意啊 我走了以后 你哥怎么说的 他倒是没说什么 但是我看您感觉是同意了 喝啤酒吧 可以喝一点 好 那我去拿两块 其实我觉得 你哥说的有道理 可以先去看看 真的啊 那太好了 干吗这么高兴啊 那当然啦 我好不容夏宴决心当演员 要是欣赏我的导演不干了 那我岂不是没有着落了 你干吗喝这么猛啊 导演喝完导演走 不然我们俩再让我干坐着你 怪不尴尬 尴尬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是你你别喝了 我看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你早点回去吧 那怎么行 没喝完就想走 那也太没有礼貌了 不是 我就是 我就是说啊 看你这么干喝 我也挺尴尬的 那 尴尬啊 那 那我 那我走了啊 那你走了 那我真走了 那导演你 你吃好喝好 我就先回去了啊 好 好 晚安 路上小心啊 我要提供近一百套衣服 还要在组里跟组三四个月 负责所有演员的造型和服装搭配 这个里面已经是把唐欣的面子算进去了 真的不能再降了 那这样 你跟丁丁关系不是也很不错吗 算上她的面子 是不是得值一个八折 九五折 那这样 你算上我 咱俩也是好朋友了 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是不是 算上你 行 百分之二十 实在 有诚意 百分之二十啊 百分之二十 帮你看一看是多少 好 我是说算上你 整体价格再提升百分之二十 你想一想 这是你跨入行业的第一步嘛 等做一个梦给你上映了之后 你就是年度票房冠军的造型指导称号 是不是 到那个时候 你想接什么戏就接什么戏 想报多少价钱就报多少价钱 霍总 您就别跟我这儿画大饼了 我做设计师呢也是有底线的 出自我手的每一款衣服 每一套搭配 材质 版型 成衣制作 那都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心血的 是是是是 我知道 时光这么大的项目都投了 非得在我这儿压榨劳动力吗 是 时光头这个项目是花了不少钱 但项目开发阶段 要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如果我这边不精打细算的话 就算是投资再翻一翻 那钱也是不够花的 当然我也知道 压你的价格太不仗义了 所以我才厚着脸 亲自过来跟你聊嘛 唐欣啊 你这个闺蜜太厉害了 小唐欣 刘欢真的太厉害了 我聊不动啊 开玩笑 开玩笑 我没法 咱们共事共办 要不然这样 我给你透露一个情报 你评估一下这个情报能值多少钱 在之前的基础上 你再给我打那么一个小小小折 行不行 什么情报 你知道拍摄地定在那吗 哪儿 下城 怎么了 下城有一个情人弯 那是一个定情圣地 所以呢 行 九折 说吧 唐欣钉在那儿 肯定是要跟唐欣表白的 你就不想见证一下你闺蜜的感情啊 你要是想的话呢 你再稍稍地跟我降一点 霍总 您要是这么谈下去啊 我还是回去当我的小中设计师吧 行行行行行 九折 成将 明天我就让负责人把合同给你发过去 好 刘老师 合作愉快 那可是情侣们约会圣地啊 我有一种预感 我觉得你这一次旅行必定不同凡响 我那时候去工作 又不是去旅行 哪有什么不同凡响的 工作顺便旅行嘛 那你也不能二十四小时都偷身工作吧 那身体也吃不消啊 我觉得这一次唐欣啊 一定会有所行动的 上次生日就是我想的太多了 这次啊 我肯定不会在自作多情了 你自信一点好不好 他要是再没有行动 你就原地在剧组锅找一帅哥 我不管啊 反正你不能浪费了 我将心陪你进组 我一定要看到你谈恋爱 好了啊 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请人吗 请人吗 你在干吗 说 我在干吗 兄弟收拾好了吗 你管我收好了没 你说我什么呀 怎么不会信息啊 天气预报说过两天那边会降温 戴下后衣服 不要感冒 小医馆 没靠手机 谁啊 我疼心 是我 我要睡了 你快回去吧 你开门 你开门 唐玥 真是用得到你的时候人就不见了 用我 想用我干什么呀 你回去就回去又出来干吗呀 你是不是在偷窥我 你为什么 跟我收拾 你先让我做什么 不要了 我小霸王从来都是自理个事 好 谢谢 我你还是按吗 小霸王三 走 谭小姐 还是我坐前面吧 不用 高助理 你跟他们坐后面吧 我就不想和这两个 幼稚的男人坐在一起 不行吗 难道我就想吗 杀伤力很强大的 求求你了 求你了 好吧 我先上车了 唐总 行李都上车了 退出发了 对了 我明天去哪儿看警啊 我先 上车吧 谢谢你 谢谢你的 高抬归事 陆大 美术那边说 这边是火山引地吗 比较符合我们那场戏的程度 行 这场景能用 刘洋 你拍点照片吧 带着这个角度带着海 算了是什么角度都拍一点 行在剧组待久了 啥都会 刘洋 前面还有一个地方 悬崖落差飞飞飞 特别设咱们行 回去看一下吧 行 走吧 刘洋 你注意安全啊 好嘞 总监 够好 跟着来 要不你帮我拍拍照吧 好 好 给 来 好 还要去那边吗 稍微注意安全 放心吧 我脚下功夫稳着的啊 小心点啊 来 车口这边拍点 这边是吗 对 这片背景还不错 好 还这样啊 好 这儿 好 可以动啊 我来一个 挺好 来 三二一 对 对 过来一趟 动啊 这样可以吗 好 来 三二一 不错 可以吗 来 刘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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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泳 刘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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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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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导 高助理 他 掉下去了 什么 谁掉下去了 刘洋掉下去了 他会掉下去救他 快打求人电话 快去 走 走 走 在前面 唐总 他们好像在这个方向 唐总 阿玉 唐总 阿玉 唐总 阿玉 怎么了 干什么 疯了吗你 唐玉水性好 他这么做心里有数了 你知道吗 唐总前两年胳膊受过伤 这两年都没有下过水了 今天浪这么大 好在背个人 怎么救啊 别吐了 贺助理 唐玉 把人救上来了 快走 别吐了 快走 快走 谢谢唐总 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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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刘洋 看看刘洋 arto 快走 唐一 你没事吧 你 吓死我了 没事 我这不好好的吗 大俊 你真的没事吗 吓死我了 快 我没事 这不是好好的吗 唐宇 唐宇 在哪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你不愿意吗 当然不是了 傻瓜 我还没跟你表白呢 有无限的温柔 我是打算这几天 要跟你表白的 转型的车辽 在原地等候 晚风吹灭了向后 你跳进海里的那一刻 我就在想 什么表白 什么仪式感 我都不要了 我只想要你平安地回来 还没有在我身边 我只想要你 你又有重 你不愿意 你很快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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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秘密 深爱你 有幸遇见你 约好了永远不分离 在安静夜里 守护一份执迷 害怕离开你 多爱你 我们在一起 但是一时感 我一定不给你 也不知道 唐欣和我哥他们怎么样呢 谁怎么了 来 这谁哥 你什么 我刚才说的 你哥现在这感情生活怎么样了 有没有进展呀 跟妈妈说说 好像还是那样吧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展 妈 你说我哥这个人 平时工作上的时候 雷厉风行的 怎么你到感情上不急不慢呢 我都对他着急 说的就是啊 我跟你爸在情感上 都是很果断的人 也不知道他随了谁了 都三十的人了 一点都不知道担心 你有没有什么感情故事 跟妈妈分享一下 我能有什么故事呀妈 我还没有遇到想不在一起的人呢 而且我要是那么早谈恋爱的话 就没时间陪你了 反正我还小 不着急 我先搞搞事业再说 那好啊 妈妈就认真地问你 你也要认真地回答 嗯 你是真的想做演员 真的想入这一行吗 嗯 妈妈 我想好了 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确定 但是 和陆导 还有唐欣他们 并肩作战到现在 我现在越来越坚定了 妈 这是我二十三年以来 第一次 这么发自内心想做好一件事 我希望你们都能支持我 支持 当然支持 只要是我的宝贝想做的事情啊 爸爸妈妈都会永远支持你的 嗯 喝点水吧 不想喝水 是不是还难受着 嗯 疼我 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啊 哪儿都不舒服 这儿也疼 那儿也疼 突然就不想喝水 那你想喝什么我就给你倒好不好 嗯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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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回去 这儿 你现在伤着病呢 喝什么酒啊 不 我红身疼啊 我不回头就怎么啊 离我的疼绝神经了 疼 嗯 哪儿疼啊 我红身头疼 我看看 我看看 这儿疼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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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哪儿哪儿多疼啊 嗯 你故意的是吧 流氓 走了 今天下午哭着喊着 初号跟我猜光 现在又说我是流氓了 我 嗯 那我今天下午不是特殊情况吗 再说了我也没哭着喊着 你喝不喝水 我喝过走吧 那你为我啊 你自己不是有手吗 你自己喝 那我今天下午跟我不是拉伤了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流氓有多重 我为了救藏我哥 现在还疼呢 不管你为我 哦 这水还有福利呢 你要是在陆地上把它扛起来 我就真信你受伤了 就你拉扯我这劲儿 我才不相信你受伤呢 错了 不敢骗你 我就是想 靠着你能再接一点 唐总 我之前才没发现你这么会弹情衰 那不是因为我们各方面天赋都很高吗 只要我想做 就一定能做好 唐总 你这么自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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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匆的遇见 那一次回眸 有无限的温柔 夜晚的路口 转型的车流 在原地等候 晚方吹灭了巷口 拥抱你以后 请问你耳朵 怕等待太久 在身边守候 还没有爱够 所有 You are my everything 多幸运才能遇见你 说好了永远不分离 我们的默契 在漫长雨季 容易把伞遮住你 如果爱创造奇迹 那是我的荣誉 多幸运才能遇见你 说好了永远不分离 我们的默契 就从今奔起 不再是秘密 想爱你 永远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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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情远离 守护一番执迷 害怕离开你 不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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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